每个人手中都抱着一束白色菊花 列队走进立法院议场 18号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天 表决纾困4.0特别预算 国民党立委们要求确诊王者要国赔 在议场内进行哀悼仪式 把花束摆在地上 接着表决大战开始 要求行政院纾困方案纳入普发现金每人一万元 其实就连人民救命前审查过程 也历经马拉松式战役 17号一整天13个小时调灯夜战 朝野协商没接过 18号上午再战 如果普发一万块 费宏泰跟费宏泰的家人绝对不会领 如果我们有家人领的话 我就退出战胆 几项争议提案朝野取得共识 包含取消下月电价并提出电费减免 经济部同意一个月后提出研议结果 如果施行可回溯到6月 因染疫身亡的国人 每人补贴10万元丧账费 针对其组员 简易放宽为3加11的决策 行政院要在三个月内成立调查小组 并提出报告 还有NCC编列的简讯十连支预算 从8亿元删减为3亿元 不过国民党团提出 确诊者身亡要国赔 还有纾困方案纳入全民普发现金1万 两项诉求朝野没共识 国赔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极力的争取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次会有社区的感染 最主要就是因为有3加11 即使两大争点没结论 纾困4.0特别预算 还是在18号傍晚5点半之前 三读通过 原本规模2600亿元 删减5亿多 赶在零食会结束前通过 避免加开第二次零食会 也让这笔救命前 尽速交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赶在零食有价张或鞋子 叫做才不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打开